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 聊到了螺蛳粉 他都说 螺蛳粉 YYDS 就是夸螺蛳粉好吃 螺蛳粉 勇懒得神 家宝 我发现最近这上网 越来越困难 这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汉字本来就不好认 现在呢 好多人喜欢在这个汉字当中 加一些英文字母 我一个美国人 这英文字母 我肯定你认识 你肯定认识英文字母 对啊 但是跟这个汉字连起来 都看不懂了 别说你了 其实英文字母跟汉字连在一起 有的我也不懂 但是简单的我没问题 那我问你一个 可以啊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 聊到了螺蛳粉 他都说 螺蛳粉 YYDS 啥意思 这个简单 螺蛳粉 YYDS 就是夸螺蛳粉好吃 螺蛳粉 永远的神 这YYDS 怎么就永远的神了呢 你想啊 这YYDS 不是英文 它是拼音 你好好动着脑子 想一想 拼音 YYDS 永远的神 每个字的拼音的首字母 YYDS 你说对了 明白了 HSK 你考过吧 考过呀 你看 HSK 是汉语水平考试 汉语水平考试 这三个词 拼音的首字母 缩写就是 HSK 还真是 原来是这样 这下是你掌握这技巧了吧 那我考考你啊 比如说 滴滴滴滴滴 这什么意思 滴滴滴滴 滴滴叨叨 呃 滴滴哒哒 呃 呃 呃 等等等等 好 你这词绘的还不少啊 哪可不懂啊 不过你都说错了啊 滴滴滴滴 懂得都懂 懂得都懂 那怎么用它呢 你看你可以说 螺蛳粉啊 特别好吃 螺蛳粉 YYDS 滴滴滴滴 哦我知道了 这是螺蛳粉 永远的神 懂得都懂 哎 对了 懂得都懂 看来你比较懂 你是不是特别爱吃螺蛳粉 爱吃 虽然这东西 闻起来有点臭 是 但吃起来 那叫一个香 哎 没错没错 而且吃完了之后 怎么样 那是 呃 Y SW XBD 哎 这什么意思啊 一身味 洗不掉 啊 我发现最近这上网越来越困难 现在呢好多人喜欢在这个汉字当中加一些英文字母 YYDS就是夸螺蛳粉好吃 永远的神 每个字的拼音的首字母 拼音的首字母 缩写就是HSK 那是实际上侧人的首字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